商店经理在吗 快过来 过 您好 我是 马上给我退货 退货 退 大姐 您讲讲道理 这个您都开评使用过了 不好退的 你们冒充大牌 让我上当 谁不讲道理啊 谁欺骗顾客啊 冒充什么了呀 大姐 您有话讲清楚好吗 我们的品牌是有五十年历史的 您在网上都是可以查得到的 行行行 您少跟我瞎掰 你们这些小的品牌 要毁我的脸的 大姐 我不知道您心目中的大牌 到底是什么 但是您下次购买的时候 能不能拍着照片对着买 你已经开评使用过了 不好意思 不能退货 你拿回去吧 不退 不退你浪费我时间干什么 你信不信 我可以一会儿让你给我走人 不是 你怎么还退人了 那你 安妮有话好好说 大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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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吵了 别吵了 别生气啊 我要退货 他拿太平了 怎么给他退 大姐呀 这是 我向您保证啊 大姐 我们家的产品 绝对是药妆标准 在日本还有就是您刚才说的 韩国 对吧 都是在药店里卖的 绝对安全 你说安全 是的呀 大姐 我回来宝宝的时候啊 就一直用的是我们家产品 对对对 就是这个系列 它是食品安全级别 特别安全 听着没 它还食品安全 那你敢不敢把这个吃下去 大姐 你这就不对了 这怎么能吃呢 不是食品安全 食品安全就是能吃的呀 等一下 要是我把它吃下去的话 您是不是就不用退货了 那当然了 你如果说吃下去 我不但不退 我还买十套 我又不为钱了 我就是要买真正的大牌 真正的大牌是什么 那就是安全呀 请 经理 我拦不住啊 不出来我也吓了一跳 行行行 我不想听你这些借口 你们专会投诉 不是第一次了吗 这事网上要传开 你不怕 我们商场还怕的 不会不会 我就问问 你们公司难道不怕吗 我喝化妆水怎么了 我自己喝化妆水 要是出了问题也害不到别人啊 小雨 这 吃化妆品 你这是误导消费者懂不懂 你这是虚假广告懂吗 那你刚刚看到了吗 那个大姐她有多嚣张 她有动手打人 我喝化妆水 还不是为了让她别这么放肆 我这么做是为了我们的柜台 为了我们的商场 现在怎么倒成了我自己的错了 你们公司怎么招的人 员工有没有培训 是 行 我现在就给你们公司吧 不是 经理 你走人吧你 店长 你真让我走人 那行吧 这锅我背了 但是你得给我实习证明 你跟我谈条件 这锅是我背的 你这不说合适吗 这事是你惹出来的好吗 一个小实习生我真懒得理你 报告店长 我这个小实习生 这道总部的地址在哪 你什么意思啊 公司发下来的赠品 一页直接少了一半 这种事情 我也不知道公司会不会感兴趣 你疯了吧 你有证据吗 我告诉你没笔没据的小片 我告诉你诽谤 那我们俩赌一赌 你敢吗 你猜我到底是有证据呢 还是没证据 我是有一点点证据呢 还是有很多证据 我是只有这个季度的证据呢 还是有其他证据 实习证明 我给 那你要好好写 我是会仔细检查的 我一会儿就给你 永远 离开